大家对中华台北战队的李志凯印象非常深刻 因为李志凯曾经参加过一部励志电影《翻滚吧!阿信》的演出 直臂拉上翻成水瓶 后摆前团两周乘十字压上乘倒十字 现在调环没有连接加分了 后摆上乘倒十字 以前是力量接力量由下往上可以加 非常有实力争夺奖牌的选手 中华台北队的陈志玉 他们的中华台北队男子项目像李志凯 还有陈志玉包括他们的教练林玉信 在场上都成为了大家关注的焦点 廖俊林将在今天比赛的第七位出场 也就是中间还隔了两位选手 一个是日本 一个是朝鲜 换杠也是飞行 但是由低到高要难一些 中华台北队的陈志玉 我们来看看刚才调环的得分 这也是一位有希望获得一枚亚运会调环奖牌的选手 今天的比赛呢 中华台北选手是两位男选手参加 一个是调环 一个是自由操 那么自由操项目呢 李志凯是获得了第八名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难度裁判的打分过程 完成裁判呢 是运动员基本上比完了以后 三四秒就出来了分 但是难度分就会时间长一些 难度分呢 如果存在一亿的话是可以讨论 可以商量的 完成分不可以 而且难度分也是可以允许申诉的 难度分6.5 完成分8.33 14.833分 现在排到了第三位